她有一個很悲傷的童年 所以呢這個讓她造就了她的積極 那可是其實她心裡還是有一塊很空的地方 會讓她感覺有點冷漠 但是她其實是一個很正義的警察 在拍攝之前跟角色也做了蠻多功課了 包括讓飾演警察的角色們 都去實地的警察訓練中心那邊 接受完整的訓練 比較體能的 有點像是勤拿柔道一些 然後也有學習如何手靠上靠 然後如何壓制嫌犯 另外我們還有做一些槍枝的訓練 跟特種的訓練